台北市柬埔寨站案囚禁了58人 造成3人死亡 柬埔寨向上的追查 竟然查出自己人涉案 台北市大同分局 宁向派出所的所长 他不只跟诈骗首脑 拦到关系密切 而且他还涉嫌提供了 个资给诈骗集团 所长到案的时候 他便称是受到了朋友的请托 也强调绝对没有对价的关系 但是柬埔寨不予采信 申请羁押或准 台北市警察局认定 所长涉案明确 目前何宇季两大过免职 面色凝众拒绝回应 被移送市令地检署附讯 走到深压 他是台北市大同分局 宁向派出所业信所长 检方查出他竟然牵扯 诈骗集团跟幕后首脑 密切往来 台北柬埔寨案囚禁58人 造成3人死亡 幕后首脑 拦到被捕后 据紧追查 意外查出内鬼 检方破解主线拦到手机时 竟发现业信所长 与他有多次同联记录 两人不止交情匪浅 所长还疑似利用职权 提供民众个资给诈骗集团 涉嫌违反泄密及 未走文术等罪 曾曝光在不少新闻版面 涉案所长过去在大同分局 任职两年多 但考取所长前 也曾惹出争议 被前女友指控 趁他睡觉时 盗刷信用卡 事后遭记过陈储 没想到如今 又和诈骗集团扯上关系 遭搜索调查 当然后所长辩称 蓝道曾在辖区餐厅当厨师 会提供民众个资 是受朋友请托 没有对家关系 也不知道对方在诈团工作 检方还要细查 是否有对家关系 如果有 恐怕涉及五年以上 到无期徒刑重罪 就算没有对家 公务员泄密 依然也是三年以下徒刑 但如果只是单纯被人设计 又怎会没向多查组 或阵风系统回报 台版柬埔寨案 烧出案外案 检方讯后 生涯禁件要查清黑白勾结内幕 记者叶维林张贝兹 采访的哦 来看到自壮惊险车祸 在台13线23公里处 苗栗有一位男驾驶 开车载着女乘客 无预警的自壮电杆 这辆车是车头都全毁了 两人也双双送一 另外在彰化139线 19岁男大生 载着女同学夜游 在俗称死亡弯道的地方 突然失控摔车 滑行到了悬崖边才停下来 差个10公分 就会坠落谷底相当的惊险 马路上一辆白车往前开 下一秒竟撞上电线杆 撞结力道太大 车头全毁 车辆还不停往后倒退 从另一个角度看 撞车瞬间车可四散 居民听到蹦的一声 纷纷冲出来查看 上午8点多 台13线23公里处 苗栗涂乌向上路段 有轿车无预警 直撞电杆 驾驶和乘客两人爽爽送一 男是他上面可能有五成五的撕裂 那女性伤者的部分 有幼大和开放性骨折 警方指出驾驶就测直为零 为何自撞得再厘清 章话也发生惊悚车祸 双载骑士行进弯道时 瞬间摔车往前猛滑 在地面磨出火花 后方机车见状下的停车关切 机车冲到悬崖旁 插个十公分就会坠落谷底 受伤的19岁男大神和女大神 身体擦伤送一 三号晚间十点多 一群大学生骑车行进一三九线 前往分源夜游 在二十k处俗称死亡丸道 一名男大神带着女学生 突然失控反覆 令人带车往前滑行 机车直冲悬崖边 险些坠落山谷 深夜骑车夜游 意外摔车还差点坠骨 令人捏把冷汗 记者丁维中王百一苗栗珍花材坊报导 台中有一间加油站发生了洗车意外 一部进口休旅车开进了洗车机 整台车往前爆冲 直接撞上了洗车机栅栏 巨大的声响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傻了 巧的是就在意外发生的前一秒 后车驾驶才在质疑休旅车驾驶 不熟操作 没有想到就像神预言般真的出事了 加油站洗车 车辆排成一排 前方一台黑色进口休旅车正在刷戏 后车驾驶和乘客则在车内开杠 他刚刚要进来 这一个洞对打砖了三次 没想到说时迟那时快 突然间碰的一声 完了 黑色休旅车在洗车机内大爆冲 撞上栅栏 巨大声响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不明原因车辆往前移动 导致车辆前方挡风波 临起洗车机吹风坐此上 这一撞洗车机坏了不能用 双方报警处理 打档的时候可能没有转换好吗 还是那个脚踩到 还是在机器那个有运送的问题 照理说进洗车机 车轮要先对准轮轨 听从指示打N档 直到冲洗完毕 重逢完成 栅栏会自动升起 车辆被带向前 出了洗车机就能换回低档 到底是人为操作问题 还是洗车机故障 都还有待厘清 只是没想到后车驾驶的猜测质疑 竟然成了神预言 一语成谶真的出事 幸好这件意外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黄翔富王是韩台中 采访报道 屏东万丹有民众直击 怎么路边拆房子 没有帆布遮盖 也没有洒水 尘土飞扬 万如是沙尘暴 浇管只派一个人 在大马路上挥手 提醒人车都不要靠近 也只有拿一只扫把清理路面 这拆除的方式太危险 原来是有当地消防分队 就大楼拆除 民众质疑 这样根本是变异形式 路边铁皮围炉内 怪兽伸长手臂用大钢牙 拆除大楼 疑似没洒水狂喷尘土 马路上拍了一名工人 没戴安全帽 只拿一只小小萨把 清理路面 江东指挥不断挥手 要人车别靠近人肉挡车 附近住户大吼拆小利点 但有的已经动尾条 颇往抱怨 屏東万丹救消防队 三号施工 危险 踩除方式不要靠近 由于工程地点紧邻菜市场 摊位上厚厚一成灰 你看 有什么 打紫啊 像大城堡一样 做生意 有风嘛 风都吹过来 客人也是不会进 其他人家来的会 不给云 市场摊商们抱怨 拆个大楼 刮起沙尘暴 生意都不用做了 网友看到危险 财务影片也来留言 这公安不合格吧 基本安全配备都没有 喷水设备太便宜形式了 踏错方向就趣味了 风势比较大 可能沙水的座位不足 消防局接获民众反映 已经要求包商加强洒水系统 只是再看看一开始的拆除方式 成都飞扬 人肉挡车交通指挥 难怪摊商居民抱怨连连 时光安全到底在哪里 记得张庄网书宏 屏东报道 有民众募集新竹街头 远景上演了鬼抓人的戏码 两名男子先后逃下车 警方上前抓人扑空 一旁的民众也上前飞扑 原来两人是失联的逃逸一工 看到了警方盘查 心虚落跑 远景拦查一辆黑色轿车 车内开始发生骚动 一名男子打开车门 下车开始狂奔逃跑 民众冲出来拦都拦不住 接着又有第二名男子 从车内逃了出来 这名逃不过的男子 就没这么幸运 加入围捕的民众出了一脚 逃跑男子一度差点惨衰 和远景仿佛挽起鬼抓人 男子仍不敌民众和警察的围捕 被压制上靠逮捕 事发就在三号下午五点多 新竹新兴路与台湾街口 原来车内包含驾驶六人都是一工 而绕跑的两人是失联的逃逸一工 当天刚从工地下班 因为车辆行机可疑 遭到盘查才会拒检逃逸 在台中环中动路三段 二号下午四点多 一群移工准备上车 见到远景盘查三名移工 同样拔腿狂奔 两名远景健壮紧追在后 过没多久逃逸一移工 再度被抓回来 见到盘查还是要规规配合 心存侥幸想趁机逃亡 若失败被逮到实在很难堪 记者何孟谦李东泽 新竹台中采访报道 全台大约有40万人 罹患有心律不整的问题 但是胸腔科医师苏一峰 就提出了警告 治疗心律不整的药 腺肝酸全台大缺货 还警告这个时候 最好不要心律不整 外福部缺药通报平台 也的确在4月28号公告 要征求药商进口相关药物 就怕会有空窗期 对此外福部表示 这款药还有一个半月的存量 要大家不必担心 心脏专科医师则表示 如果你心脏不舒服 又没有药可吃 可以先按压脖子穴道 赶快就医 心脏病被称为隐形杀手 根据统计 全台约有40万民众 有心律不整问题 现在却传出 专门治疗心律不整 心跳加速的急中用药 腺肝酸 全台缺货到9月 有医师提出警示 这个重要药物如果缺少 可能对我们平常 对这个心律不整的病人 在急救的方面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那只能用别的 急转的药物来使用 达到的不是一样的疗效 医师心急呼吁 要大家最近不要心律不整 腺肝酸专门治疗心律不整 震发性事上性心薄过速 会出现包括心剂 头重脚轻 倒汗呼吸困难 胸痛等症状 只有5秒到10秒的药效 所以他打完了以后 有效就把它当中止 不过食药署4月11号 成立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 却在4月28号才公告药物短缺 征求有意愿供应的厂商 外界担忧 没有发挥警示效果 还有库存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然后目前也有厂商 有意愿来申请 虽然食药署挂保证 药品已经寻求专案紧急进口 但如果突发 却没有药物一是这样说 会先压这个 几步的这个动脉 刺激这个 副交感曾经可以让它中止 那如果病人很危急 就要用比较低剂量的编辑 一是表示心理不准 药物重要 但如果突然发生 尽速就医或按脖子穴道 缓解不适 记者林春 晨天安台北采访报道 近美式卖场三种 综合美国验出了A肝后 再发现 美国进口冷冻的蓝莓 竟然也有A肝病毒 卖场紧急的召回了两批产品 律师要提醒 你在签署这退货协议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 是否有不得求偿的条款 此外还N肝病毒的莓果 用清洗剂或清水 低温冷冻 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 只能够用85度以上的高温 才能够杀菌 一大早民众来到美式卖场 退货柜台填单子 因为继三种综合莓果后 这一传出美国进口的冷冻蓝莓 也被检验出有A肝病毒 高达15公吨蓝莓 遭到拦截退日 卖场也紧急发送简讯 召回产品 我可能不同批 但是他就直接帮我退掉 小姐你之后还会买吗 短期我应该不会 验出病毒的批号 分别是孝琪 2024年2月24号 以及2024年2月25号的 两批冷冻蓝莓 但不是买到这两批的消费者 仍然可以退货 目前卖场冷冻莓果类产品 都已经停止贩售 并暂停进口 不过也有不少人担心 生鲜区贩售的蛋糕 上头有蓝莓 吓得不敢买 但是否使用到相关批号产品 结稿前卖场并未回应 也有民众有疑虑 一旦退货接受退款 如果以后出现病症 是否还能求偿 民众因留意退款后条款 是否包含不得求偿的条款 如果有的话 因拒绝签署 那民众吃下这有问题的食物 如果导致身体健康产生问题 可以持医疗单据去向他求偿 而医师也提醒 如果想要吃的安心 可以这样做 但不只是蓝莓引发食安疑虑 日本进口的草莓 几乎每周都会被检验出 农药残留违规 但近期史药署长吴秀梅表示 可能放宽日本草莓的农药许可量 而我国禁止使用于草莓的两种农药 弗尼安和克帆派 也可能对日开放 引发不少人痛批 未来可能引发另一波争议 这里周春节王一婷 特别报道 高雄凤山区有一排透天错 不小车把骑楼跟人行道 当停车场到处都是围停 离谱的是旁边就派出所 有民众连续检举三次 却发现远景都没有出现 被讽刺远景在视而不见 另外在台南 有汽车骑士直接在远景的前面 红灯右转 把警察当空气 民众骑车经过准排透天错 立刻发现这辆黑色轿车 直接停在人行道 再往前一点货车也停 但旁边就是派出所 难道骑楼跟人行道 成了停车场 自而不见 占用人行道 民众看到觉得离谱 直接报警 黑色轿车围停快一个小时 连续报警三次 就在派出所隔壁 居然都没有远景来制止 但自家门口停车 屋主也有话要说 住家前面为什么不能停车 因为当初买房子 我们都有问这一块是我们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有很多检举达人 像我就收了很多张 从300到900都有 你看我现在车就停这边了 没有被检举到怕了 当时不在 那之后我们有通知 脱掉了全来脱掉 警方解释 不是视而不见 而是脱掉时 车主抵达把车开走 红单照样有开出去 但台南这段画面 就真的是看不见了 大家听的红绿灯 偏偏这辆机车 直接红灯右转 肯定远警视线目光都看到了 但就是动也不动 远警被动开单 也难怪要被检举达人 督促 纠正 违规行为 这叫侯夫人赖冠章 台南高雄综合报道 今天是农历3月15 武财神赵天君的生日 相传这一天 从事业务餐饮等 需要业绩的行业 在今天去拜武财神 是非常适合的 民族专家也表示 今天也是保生大地的生日 要记得先拜保生大地 再拜财神 毕竟身体好 才能够开心赚钱花钱 台北海峡城隍庙 一早涌入大批信众参拜 因为农历3月15号 是武财神 玄坛元帅赵天君的生日 基本生事业务 我每年的财神的生日 都会过来 我准备三样 然后各商科 有苹果 然后奇异果 还有柳丁 现在庙真的很灵 他只要补财库 他跟你拔杯的话 就你就知道自己的财运 到底在哪里 民宿专家廖大宇表示 财神有分文财神与武财神 武财神必须在外奔波 以及需要人际关系 对于靠业绩赚钱的行业 特别灵验 因此武财神生日这天 很适合餐饮业 业务员仲介等 服务业从业人员来求财 朱屯公平糖果饼干都很适合 不过专家提醒拜财神 最好不要拜苹果 因为曲邪因有贫穷之意 另外联务有中空漏财的意思 核桃酥的苏邪因 也有书也不适合 信众拜的都是葡萄 还有奇异果 葡萄是整串的嘛 那好事一大串 那奇异果 就是希望有好的结果这样 想要补财库其实很简单 只要在书文上 写下姓名地址生日 应该上首印 诚心向财神许愿就可以了 另外想要拜财神爷发大财 也别忽略了保身大地 因为在民俗上求财前要先保身 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财源滚滚来 记者黄明珊成交轮台北采访到 亚洲最大的邮轮MSC地中海荣耀号 今天停靠在基隆港西岸码头 这刷新了停泊基隆港最大邮轮的记录 邮轮排水量是17.2万吨 载了将近有4000名旅客 上面水上乐园 剧院 奢华设施 一应俱全 大批的日本观光客下船 要利用靠海 靠这个港基隆的这一天 直奔台北101观景台 大船也吸引到摄影好手道场 用镜头捕捉 这难得一件的奢华邮轮 一名男子日前住进了台中一间商旅 他把50万元的现金藏在枕头下 退房的时候还忘了带走 直到他车子都开到新竹了 才想起来赶快冲回去台中寻找 幸好这间房还没有清洁整理 整袋50万元的现金 原封不动地压在了枕头下方 男子这才总算松一口气 一群人围在旅馆柜台 对准眼前这一袋现金 开始清点 这全部都一样 不一样是这个 这个是6万 然后这个100的是1万 7万 白花花的钞票总共50万元 这是从饭店房间找出来的 而丢失前的 是名35岁陈姓男子 他从事鞋子买卖 入住台中一间旅馆 没想到退房忘了带走这袋现金 人都到了新竹才想起赶快驱车 冲回台中 你是掉到哪里啊 我放到枕头的时候 太贴心了 我太感动了 因为我要去移民存钱 因为他这个那么大笔数目 可能是他有他的特定的用途 还好男子住的房间 还没经过清洁打扫 因此整袋现金 原封不动压在枕头下被找回来 男子一个小粗心 差点丢失50万元 失而复得松了一口气 记者韩知识王世函 台中参访报道 有位一名何姓男子 日前到北投一间KTV来喝酒 期间搭讪隔壁桌的一位许姓女子 被对方拒绝之后 他竟然就恼羞成怒 在店里头 他情绪就失控了 狂砸酒瓶爆发口角 双方离开之后还在店外碰到 他一路的追上前试图要攻击 直接抓住了女生的头发 在大街上施暴 最后被警方强力的压制 待会派出所 深夜巷弄里黑衣男朝前方男子 疯狂奔跑追逐 后方女子消泡步进跟上前 没想到男子转头 一把僵人推倒在地 追逐他的头发拖行到路中间 紧接着出拳攻击 路人吓坏立刻报警 远景都已经到场 黑衣男还是很失控 狂飙脏口拉扯推起 黑衣男不断呛瞎 挣扎逼得远景 不得不将人压制带回 这名38岁何姓男子 日前到北投志远一路上 一件卡拉OK喝酒 几倍黄汤下肚 向隔壁桌的理性男子要求 还上前搭讪同桌的许姓女子 遭对方拒绝 李志县竟然断开 在店内疯狂砸酒瓶 爆发激烈口角 没想到双方离开时 在店门外相遇 何姓男子气还没消 追上前殴打男子不成 竟然转移目标 把气出在女生身上 拉扯对方头发拖行到路中间 造成女子身体多处擦措伤 警方获报立刻赶抵现场 依警扩法规定示意管束 全安逸妨害自由 伤害最险 韩送台湾四零地方检查署侦办 接着九一呛瞎 大神不成就在大街上攻击失报 实在离谱 这下被送进警察局 好好反省 记者杨洁凡亚乔台北报道 昨天晚间 彰化火车站发生了离奇的坠轨事件 有一名23岁马来西亚籍的正姓乔生 在驱肩车即将进站的时候 他突然的从第三月台坠落轨道 他的身体跟火车碰撞 当下火车紧急的刹车 而南大生坐在铁轨上 全身有多处的擦伤 右腿也骨折 救护人员立刻到场 索性他没有生命危险 南大生事后表示 不记得事情发生经过 是否是身体不适意外的坠轨 警方还得再进一步的厘清 你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吗 我真的不记得 不记得了 你有被火车撞到吗 没有啊 救护人员看着眼前的南大生 他坐在轨道上 一脸晃神 外套上还有血迹 头会晕吗 很晕 很晕 四线不清楚 四线不清楚 先上几圈好了 南大生似乎搞不清楚状况 在消防员搀扶下 缓缓爬上月台被送医治疗 小心喔 小心 来 慢慢来 但好端端的 人怎么会出现在轨道上 三号晚间十点多 一辆区间车开进香化火车站 第三月台 当时车速减慢 突然二三岁外籍正姓南大生 从月台意外坠轨 区间车也紧急刹车 马来西亚前南大生事后表示 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 索性只有手脚和脸擦伤 警方调查发现 他最近刚考上硕士 是否因为身体不适 意外坠轨 但人没事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戏 记者杨森王百英 张花次方报导 来 慢慢来 美国卖给台湾 四架MQ9B无人机 预计在2025交机 但是退降踢爆 MQ9B只能够征搜 相比解放军的无人机 几乎都是真打一体 MQ9B几乎是派不上用场 而美国也迟迟不卖 给台湾最新型的F35 退降也批评 若是担心大陆反弹 那台湾干脆别建军 更质疑国军三军等级的武器 要如何对抗大陆一军的武力 美国25家军火商来台访问 前美国陆军司令鲁德却说 希望能参与台湾的国防自主计划 但这意思难道台湾军购 都是美方说了算 尽管国防部成期 没有要让美方主导军购 但美方延迟F16V交货也是事实 国防部也证实台湾砸了 2亿1760万美金 将近台笔67亿 向美国买了4架MQ-9B无人机 但专家透露说 这款MQ-9B并非真打一体 和美国愿意卖给我们的 另一种弹簧刀无人机一样 战力有限 更让外界不解的是 美国始终不卖给台湾F35 战机等最新型的武器 难道是怕得罪大陆 又不给最好的武器 却矛盾地要求台湾要当刺猬自保 你现在邻近的国家 包含日本 韩国 新加坡都有 欧洲的国家都有 那我们已经争取到那么久了 当然有这个政治的干扰 尤其中共的这个立场 但是如果我们靠靠中共立场 那我们就不要建军了 该要的还是要有嘛 那个国防第一 没有国防一切都空谈嘛 中共都已经有千二零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F35 它的是一军 我们拿二军三军去打一军 这样的话我们在态势上就输了嘛 我们真的需要的是F35 或是F22 这个呢 制空权能够把它扩大的 美国一昧的要求台湾要立抗 解放军的威胁 却不卖足够精良的武器 还有我们自保 难道真要台湾百姓 人人一把步枪去跟共军 无人机拼命 记得 在中午的时候 天气热乎乎的 现在目前最热的地方 在台东的大武气温 已经到达了33.8度 要提醒你户外活动 还是两件事情 防晒跟补充水分 我们今天气象一开始不一样 不来看户外的天气 先来看什么 看这张云图 这张是个真实色彩的云图 因为这张云图 你会看到底是黑的 因为它最主要 就是红外线加可见光 两个云图堆叠起来的 但这个堆叠起来有个好处 你可以注意到 北部的山区有云层了 有没有看到 东部的花东山区开始有云层了 这告诉大家什么 这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因为风向吹着 偏着东南风上来关系 地形性的云层 在宜兰花莲到台东山区开始出现 北部的山区 开始有一点点热力作用的 午后雷震雨 也开始要发展了 再来往大陆这边看 可以看 这边的云系发展就比较偏多 因为最主要 北边有封面云带 那我们再来就看一下彩色云图了 彩色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 封面云带就正如昨天 我跟大家讲的 已经开始形成一道滞留封面了 目前是在江南到华中地区的位置 封面还没下来 最重要北方的高压是偏弱 而我们台湾上空受到的就是东边 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 伸展过来的关系 在今天白天各地一样是晴朗炎热 明天还是热 要热到什么时候 热到礼拜六的白天 礼拜六的晚上 北方这道封面云带 就会开始逐渐的南下 目前看来 周六晚上封面南下 周日的时候封面通过走 北方高压开始带进来东北风 温度开始下降 北部下降 中南部没有 但中南部在周日会有短暂震雨后转多云 我们再来看看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支流封面在这位置 冷高压的位置纬度还偏高 台湾上空是受到了 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影响 所以这两天要注意 下午的时候 山区就会开始容易有 午后雷震雨 礼拜六的三八号更明显 礼拜六的晚上开始封面接近 礼拜天的时候 从北到南都有局部的震雨 短暂震雨后再转多云 周一天气好转 但北方高压会带下来凉凉空气 北部的温度明显的下降 再来我们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凉凉 白天的温度高 注意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中部地区天气晴朗之下 嘉义的温差最大 南部地区是中午暖 东半部地区早晚有点地形降雨 外岛地区夜晚温度凉 提醒您中午天气了 户外活动多喝水 自撞惊险车祸来看到 是在台13线23公里处 苗栗有一位男驾驶 他开车载着女乘客 无预警结果自撞电赶了 整辆车车头全毁两个人双双送一 而在彰化139线的时候 这边名持9岁的男大生 他载着女同学去夜游 在俗称这死亡弯道的地方 突然失控摔车 结果滑行到悬崖边才停住 插了差不多10公分 就可能会坠落到谷底 相当惊险 马路上一辆白车往前开 下一秒竟撞上电线杆 撞击力道太大 车头全毁 车辆还不停往后倒退 从另一个角度看 撞车瞬间 车可四散 居民听到蹦的一声 纷纷冲出来查看 上午8点多 台13线23公里处 苗栗突无向上路段 有轿车无预警 自撞电赶 驾驶和乘客两人双双送一 警方指出驾驶就测值为零 为何自撞得再厘清 彰化也发生惊悚车祸 双车骑士行进弯道时 瞬间摔车往前猛滑 在地面磨出火花 后方机车见状下的停车关切 机车冲到悬崖旁 插个十公分就会坠落谷底 受伤的19岁男大生和女大生 身体擦伤送衣 三号晚间十点多 一群大学生骑车行进一三九线 前往分源夜游 在20K处俗称死亡丸道 一名男大生 在这女学生突然失控翻覆 令人带车往前滑行 机车直冲悬崖边 险些坠落山谷 深夜骑车夜游意外摔车 还差点坠骨令人捏把冷汗 记者金维中王百一 苗栗珍华西方报道 有位无姓男子 他一大清早到新北英哥的 一处社区大楼说要找朋友 问题是他居然不知道 朋友住在几号几楼 结果被保全劝离了 他居然拿起石头攻击的对方 甚至拿起灭火器 狂砸社区玻璃大门 砸碰一个大洞之后 他就趁乱爬了进去 警方赶到现场 立刻将他上号逮捕 一大清早卡其外套男子 走到社区大门前 手上拿着一把灭火器 用力转身砸向玻璃门 连续砸了好几下 强化玻璃纹丝不动 社区报全傻眼上前阻止 他还转身坐实打人 包却吓坏了 先报警求助 嫌犯这时 直接将灭火器用力一丢 当场玻璃爆裂碎成满地 灭火器也喷出大量粉末 男子则趁乱爬进社区大楼内 社区大门破出一个大洞 正片玻璃几乎体无完肤 住户看到超傻眼 我们看到了 就是这样 事发新北英哥某社区大楼 这名闹事男子 根本不是社区住户 这天一大早六点多 进到社区说要找朋友 但根本抱不出楼层号码 遭保全劝离 他竟然就扔石头攻击对方 还砸向纱窗 水手抄起一支灭火器 朝社区大门一阵猛砸 警方赶到现场 立刻将他逮捕 这一番破坏 造成社区财损将近30万元 事后男子向警方恭称 脑袋里一直听到一个声音 要自己进去社区找朋友 才做出脱续行为 失控举动不止得面临高额赔偿 还触犯了恐吓危害安全罪 遭判处拘役40天 接下来得在大牢里好好反省 据而杨洁凡亚乔新北报道 只有民众直击在新竹街头远景上演 鬼抓人的戏码 有两名男子先后跳下车之后 警方立刻上前抓人扑空 旁边的民众也立刻上前来飞扑帮忙 据了解这两个人是失联的陶役移工 看到警方要盘查心虚落跑 远景拦查一辆黑色轿车 车内开始发生骚动 一名男子打开车门 下车开始狂奔逃跑 民众冲出来拦都拦不住 接着又有第二名男子 从车内逃了出来 这名逃不过的男子就没这么幸运 加入围捕的民众出了一脚 逃跑男子一度差点惨衰 和远景仿佛挽起鬼抓人 男子仍不敌民众和警察的围捕 被压制上靠逮捕 警察该二人皆为失联移工 全安京训问候解送移民署 新竹专情队 事发就在三号下午五点多 新竹新兴路与台湾街口 原来车内包含驾驶六人都是移工 而绕跑的两人是失联的逃逸移工 当天刚从工地下班 因为车辆行机可疑 遭到盘查才会拒减逃逸 在台中环中东路三段 二号下午四点多 一群移工准备上车 见到远景盘查三名移工 同样拔腿狂奔 两名远景见状紧追载后 过没多久逃逸移工再度被抓回来 见到盘查还是要归归配合 新村侥幸想趁机逃亡 若失败被逮到实在很难堪 记者何孟谦李宗泽 新竹台中采访报道 这有一名何姓男子 她到北投的一家KTV 喝酒的时候搭讪隔壁桌的 一位许姓女子 对方拒绝了 没想到她恼羞成怒 在店里头狂砸酒瓶 还爆发了口角 后来双方离开 在店外又碰到 男子居然一路追上前要攻击对方 甚至直接转住女生的头发 就在大街上施暴 最后被警方给强力压制 带回了派出所 深夜巷弄里 黑衣男朝前方男子疯狂奔跑追逐 后方女子消泡步进跟上前 没想到男子转头 一把江人推倒在地 追逐他的头发拖行到路中间 紧接着出拳攻击 路人吓坏立刻报警 远景都已经到场 黑衣男还是很失控 狂飙脏话拉扯推挤 黑男不断呛瞎 挣扎逼得远景不得不将人压制带回 这名38岁核姓男子 日前到北投志远一路上 一件卡拉OK喝酒 几倍黄汤下肚 向隔壁桌的李姓男子要酒 还上前搭讪同桌的徐姓女子 遭对方拒绝 李志县竟然断开 在店内疯狂砸酒瓶 爆发激烈口角 没想到双方离开时 在店门外相遇 核心男子气还没消 追上前殴打男子不成 竟然转移目标 把气出在女生身上 拉扯对方头发拖行到路中间 造成女子身体多处擦错伤 警方获报立刻赶抵现场 借着九亿呛瞎 大善不成 就在大街上攻击施暴 实在离谱 这下被送进警察局 好好反省 记者杨洁凡亚乔台北报道 这发生在昨天晚间的时候 在彰化火车站 一起离奇的坠轨事件 这名23岁马来西亚籍的 郑姓乔生 他在火车即将进站的时候 突然从月台坠落到轨道 他的身体和火车发生了碰撞 当时火车有紧急刹车 不过就位男大生 他人就坐在铁轨上 全身有多处的擦伤 右腿也骨折 救务人员立刻到现场来处理 还好他没有生命危险 而男大生自己事后表示了 不记得事情发生的经过 是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 意外坠轨 警方要再进一步的调查 救护人员看着眼前的男大生 他坐在轨道上 一脸晃神 外套上还有血迹 头会晕吗 很晕 很晕 视线不清楚 视线不清楚 先上几圈好了 男大生似乎搞不清楚状况 在消防员搀扶下缓缓爬上月台 被送医治疗 小心喔 小心小心 来 慢慢来 但好端端的 人怎么会出现在轨道上 3号晚间10点多 一辆区间车开进彰化火车站 第三月台 当时车速渐慢 突然23岁外籍正姓男大生 从月台意外坠轨 区间车也紧急刹车 意思是清楚的 除了脸部跟肢体有擦瘦伤以外 胸部疼痛 情绪方面的部分 那个患者是蛮平均的 蛮稳定的 马来西亚前男大生事后表示 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 索性只有手脚和脸擦伤 警方调查发现 他最近刚考上硕士 是否因为身体不适 意外坠轨 但人没事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杨生王百英 张华次方报导 来看这起事件好惊险 是在台中一间加油站 发生洗车意外 也让进口休旅车 开进了洗车机之后 整辆车往前爆冲 直接撞上了洗车机栅栏 巨大的声响 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坏了 巧合的是 就在意外的发生前一秒 后车驾驶才在质疑 这位休旅车驾驶不熟操作 没想到就像沈宇言一样 还真的出事了 加油站洗车 车辆排成一排 前方一台黑色进口休旅车 正在刷洗 后车驾驶和乘客 则在车内开杠 没想到说时迟那时快 突然间碰的一声 完了 黑色休旅车在洗车机内 大爆冲 撞上栅栏 巨大声响 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不明原因车辆往前移动 导致车辆前方挡风波 离停洗车机吹风座 此伤 这状洗车机坏了不能用 双方报警处理 打档的时候 可能没有转换好吗 还是那个脚有踩到 还是在机器 那个有运送的问题也不知道 照理说进洗车机 车轮要先对准轮轨 听从指示打N档 直到冲洗完毕 重逢完成 栅栏会自动升起 车辆被带向前 出了洗车机就能换回D档 到底是人为操作问题 还是洗车机故障 都还有待厘清 只是没想到 后车驾驶的猜测质疑 竟然成了神预言 一语成谶 真的出事 幸好这件意外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黄祥父王 是韩台中 采访报导 屏东万丹 这民众直击了 在路边拆房子 没有帆布遮盖 也没有洒水之尘土飞扬 宛如沙尘暴一样 至于交管 只派一个人 就在大马路上挥手 提醒人车 不要靠近 另外也只拿一只扫把 来清理路面 整个拆除的方式 真的非常的危险 据了解 这是当地的消防分队 旧大楼的拆除 现在民众就质疑了 这样根本就是便衣形式 路边铁皮围炉内 怪兽伸长手臂用大钢牙 拆除大楼 疑似没洒水 狂喷尘土 马路上拍了一名工人 没戴安全帽 只拿一只小小萨把 请你路面 江东指挥不断挥手 要人车别靠近人肉挡车 附近住户大吼拆小利点 但有的已经动尾条 颇往抱怨 屏东万丹救消防队 三号施工 危险 踩除方式不要靠近 由于工程地点紧邻菜市场 摊位上厚厚一成灰 你看 这个桿子 像大城堡一样 我们做生意 有风嘛 它风都吹过来 吃场摊商们抱怨拆个大楼 刮起沙尘暴 生意都不用做了 网友看到危险 财务影片也来留言 这公安不合格吧 基本安全配备都没有 喷水设备太便宜形式了 踏错方向就趣味了 风势比较大 可能沙水的作业不足 消防局接获民众反映 已经要求包商加强洒水系统 只是再看看 一开始的拆除方式 程度飞扬 人肉挡车交通指挥 难怪摊商居民抱怨连连 时光安全到底在哪里 记得张庄网书宏屏东报道 继美市卖场三种综合 美国验出A肝之后 现在再发现 美国进口冷冻蓝莓 也有A肝病毒 卖场紧急召回了两批产品 而律师特别提醒了 在签署这退货协议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 是否有不得求偿的条款 另外含A肝病毒的美国 其实用清洗剂或者是清水 低温冷冻都没有办法清除 只能用85度以上的高温才能杀菌 一大早民众来到美市卖场 退货柜台填单子 因为继三种综合莓果后 这一传出美国进口的冷冻蓝莓 也被检验出有A肝病毒 高达15公吨蓝莓 遭到蓝节退日 卖场也紧急发送简讯 召回产品 我可能不同批 但是他就直接帮我退掉 小姐你之后还会买吗 短期我应该不会 验出病毒的批号 分别是孝季2024年2月24号 以及2024年2月25号的 两批冷冻蓝莓 但不是买到这两批的消费者 仍然可以退货 目前卖场冷冻莓果类产品 都已经停止贩售并暂停进口 不过也有不少人担心 生鲜区贩售的蛋糕 上头有蓝莓 吓得不敢买 但是否使用到相关批号产品 结稿前卖场并未回应 也有民众有疑虑 一旦退货接受退款 如果以后出现病症 是否还能求偿 而医师也提醒 如果想要吃得安心 可以这样做 但不只是蓝莓引发食安疑虑 日本进口的草莓 几乎每周都会被检验出农药残留违规 但近期食药署长吴秀梅表示 可能放宽日本草莓的农药许可量 而我国禁止使用于草莓的两种农药 冯尼安和克凡派也可能对日开放 引发不少人痛批 未来可能引发另一波争议 这是周春天姐王一婷台北报道 全台大约有40万人 罹患有心律不整的问题 而胸腔科医师苏一峰 他提出警告说 治疗心律不整的药 限干酸全台大缺货 他也警告了 这时候最好不要心律不整 另外卫福部缺药通报平台 其实在4月28号的时候有公告 征求药商进口相关药物 就怕有空窗期 而卫福部也说了 其实这款药还有一个半月的存量 要大家不必担心 至于心脏专科医师则是表示 如果心脏不舒服 又没有药可以吃 可以先按压脖子的穴道 赶快就医 心脏病被称为隐形杀手 根据统计 全台约有40万民众 有心律不整问题 现在却传出专门治疗心律不整 心跳加速的急冲用药 限干酸 全台缺货到9月 有医师提出警示 那这个重要药物如果缺少 可能对我们平常 对这个心律不整的病人 在急救的方面 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那只能用别的 急转的药物来使用 拿到的不是一样的疗效 医师心急呼吁 要大家最近不要心律不整 限干酸专门治疗心律不整 震发性 事上性心薄过速 会出现包括心剂 头重 脚轻 道汗 呼吸困难 胸痛等症状 只有5秒到10秒的药效 所以他打完了以后 有效就把它当中止 不过食药署4月11号 成立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 却在4月28号才公告药物短缺 征求有意愿供应的厂商 外界担忧 没有发挥警示效果 还有库存大概一个半月左右 然后目前也有厂商 有意愿来申请 虽然食药署挂保证 药品已经寻求专案紧急进口 但如果突发 却没有药物医师这样说 医师表示心理不整药物重要 但如果突然发生 尽速就医或按脖子穴道 缓解不适 有一个男子 他日前住进台中一家双旅 结果他把50万元的现金 是放在枕头底下 退房时忘了带走了 他车子一直开到新竹 才想了起来 赶快冲回台中来寻找 幸好这房间还没有清洁 整理整袋50万元现金 原封不动的压在枕头下方 这名男子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群人围在旅馆柜台 对准眼前这袋现金 开始清点 这全部都一样 不一样是这个 这个是6万 然后这个100的是1万 7万 白黄黄的钞票总共50万元 这是从饭店房间找出来的 而丢失前的 是名35岁成姓男子 他从事鞋子买卖 入住台中一间旅馆 没想到退房忘了带走这袋现金 人都到了新竹才想起 赶快驱车冲回台中 你是掉在哪里 还好男子住的房间还没经过清洁打扫 因此整袋现金原封不动压在枕头下被找回来 男子一个小粗心差点丢失50万元 事而不得松了一口气 记者韩知识王世涵台中 采访报道 美国卖给台湾四架无人机 预计在2025会交机 但是现在有退休将领踢爆说 这无人机只能征搜 相比解放军的无人机几乎都是真打一体 美国的无人机几乎是派不上用场 另外美国更迟迟不卖给台湾最新型的F35 退降就批评了 若是担心大陆反弹那台湾干脆别建军 更质疑国军三军等级的武器 要如何来对抗大陆一军的武力 美国25家军火商来台访问 前美国陆军司令鲁德却说 希望能参与台湾的国防自主计划 但这意思难道台湾军购都是美方说了算 王自主的经费大概有7% 大概有7成就在我们自己国内 但我们国内厂商跟他们那个地方 跟其他地方有没有什么关联 做商业借着它的规则 尽管国防部成期没有要让美方主导军购 但美方延迟F16V交货也是事实 国防部也证实台湾砸了 2亿1760万美金 将近台币67亿 向美国买了4架 MQ-9B无人机 但专家透露说 这款MQ-9B并非真打一体 和美国愿意卖给我们的另一种 弹簧刀无人机一样 战力有限 更让外界不解的是 美国始终不卖给台湾F35战机 等最新型的武器 难道是怕得罪大陆 又不给最好的武器 却矛盾地要求台湾要当刺猬自保 你现在邻近的国家 包含日本 韩国 新加坡都有 欧洲的国家都有 那我们已经争取到那么久了 当然有这个政治的干扰 尤其中共的这种立场 但是如果我们靠靠中共立场 那我们就不要建军了 该要的还是要有嘛 那个国防第一 没有国防一切都空谈嘛 中共都已经有千二零了 我们为什么没有F35 它的是一军 我们拿二军三军去打一军 这样的话我们在态势上就输了嘛 我们真的需要的是F35 或是F22 这个呢 制空权能够把它扩大的 美国一昧的要求台湾要立抗 解放军的威胁 却不卖足够精良的武器 还有我们自保 难道真要台湾百姓 人人一把步枪去跟共军 无人机拼命 记得 谢宏路 书国号 SNG小组台会报道 前总统陈水扁日前冲 总统府为儿子陈志忠来请愿 结果大家发现 阿扁精神饱满 不像是一位保外就医的受刑人 而陈水扁累经了33次的 保外就医展颜 就算严重违反五部政策 而蔡政府都装作没看到 而对于裴委 以蔡英文还有苏贞昌名义 介入了定电式审证 检调连查都不查 司法难道已经彻底 被民进党掌控 陈志忠已洗钱造判刑一年 入狱前前总统陈水扁 日前冲总统府为儿子请愿 喊违宪 如此精神弃足 看起来完全不像个 保外就医受刑人 走路比媒体律师手脚都快 连旁边的那个警察都说 他的手是非常有温度的 我觉得不可思议 警察的手是冷冰冰的 还在发抖 去握着他的手 非常有力 我不知道到底谁该保外就医 蔡英文 你就特赦他吧 阿扁自从2015年 或法务部核准保外就医后 历经33次的展延 至今八年没再入肩过 但陈水扁气色精神饱满 当初中间定出五部 包括不进入竞选会场 不上台 不演讲 不谈及政治 还有不接受媒体采访 但五部原则全被打破 阿扁参加陈志忠的 市议员造势晚会 主持广播节目 邀请来宾访谈 甚至帮候选人站台明显违规 已经违反很多次了 但是好像一直等不到一个 调查的结果 都在进行当中了 他的上级机关矫正署 也会紧盯的这件事情 请问一下 他们眼睛是瞎掉了吗 你还要在调查审 把整个司法尊严跟司法制度 践踏在他的脚底下 这个司法单位 几乎都是为政治在服务 陈中间的案子没有处理 高端的案子也没有处理 法务部哀哄装瞎 禁电视案 赔为以蔡总统跟苏贞昌名义 向NCC施压 台队股东会放话说是总统旨意 遭中央打脸 检调同样没动作 NCC的主委 因为今天是 他已经被列为贪赌的被告 他怎么好意思 还想要去主持今天是审议 如果有涉及到违法的事情 检调机关 他会依法来处理 难道因为裴委是总统好友 所以不敢查 还是因为裴委说高层介入 沈兆案是实话 所以干脆不用查 谁掌控国家司法 民众看得清 只有大观继续睁眼说瞎话 记者张又茨 王志仁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